大家好,我是孟兰,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家庭种植的,如果您喜欢这类的话题,就请点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今天想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我和蜗牛、鼻涕虫长期做斗争总结出来的,防治蜗牛和鼻涕虫最好的方法。 现在,我的菜园里已经很少有蜗牛和鼻涕虫做乱了,希望您也可以采取行动,轻松地清除这些破坏植物的害虫,让蜗牛和鼻涕虫远离您的菜园。 很多人说过的,我就不说了,只说10个我自己试着好用的,又简单又方便的方法。 我把最有效,但是很少人知道的方法留在最后说,看完你就明白了,其实对付蜗牛和鼻涕虫是非常简单的。 先说第10种,去商店买专门对付蜗牛和鼻涕虫的喷剂,推荐sluggo,这是有机种植可以使用的,只有蜗牛和鼻涕虫的话,sluggo就很好。 要是还有西瓜虫的话,就买sluggo plus,要贵一些。 一般home depo和lows都有各种杀虫剂,盒子表面画着蜗牛和鼻涕虫的有机杀虫剂都可以,一般效果都很明显。 第9种,利用各种物品驱赶害虫,蛋壳碎片或松针等细碎的,用这些细碎的小东西铺满土壤表面,蜗牛和鼻涕虫在上面洗, 行走非常不方便。这些东西就是利用这一特点驱虫的。 前几天,我发现有一颗蜡豆苗被鼻涕虫咬了,就赶紧给所有的菜苗都铺上了蛋壳碎片。 随后的几天,都没有再出现被虫咬过的痕迹。 也有人说,蛋壳碎片不起作用,是不是放的太少了?我用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为了加强效果,我又在被咬过的那颗蚕豆根周围撒了一圈生姜粉。 生姜的气味会让鼻涕虫不敢靠近,从而保护菜苗。 有生姜粉在鼻涕虫出沫的地方,由于鼻涕虫对生姜的气味非常敏感,会远远走开。 另外,还可以用辣椒水、花椒水、韭菜汁水、橘子皮、竹水等喷植物。 鼻涕虫吃了会受到刺激,软体收缩掉落在地上。 第八种,在需要重点保护的菜园安装接盏灯光,特别是驱虫灯或者强光灯。 蜗牛和鼻涕虫害怕光照,在强光下不敢出来偷吃菜苗。 所以说,这样的强光照射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七种,在您的菜园里种植一些香草、大蒜、香葱、薄荷、菊花等。 它们有一些刺激性气味,是鼻涕虫和蜗牛不喜欢的。 需要注意的是,薄荷之类繁殖速度太快,具有侵略性,只能放在有限的容器里。 这样还可以经常换一下位置,来保护不同的蔬菜。 采用这种方法不能百分百清除,但会阻止许多鼻涕虫。 第六种,预言。 鼻涕虫会一路爬行啃咬植物、刮菜。 看它们留下的痕迹就知道,鼻涕虫怕光,在夜晚行动。 傍晚,在菜园里撒上几勺玉盐。 第二天,你会发现,鼻涕虫和蜗牛以及所有的害虫突然间都消失了。 玉盐含有丰富的鎂,被用作肥料。 加入一茶匙玉盐到土壤中,通常可以促进水果的产量,而且植物会变得更鲜亮,更有活力。 使用玉盐杀灭了鼻涕虫,同时你还会看到菜地里的植物长得更旺了,因为鎂是叶利素的主要成分。 简单提一下,玉盐虽然叫做盐,但是玉盐和我们吃的盐不一样。 玉盐并不会把菜地变咸,可以放心使用。 第五种,草木灰。 我们老家就是使用草木灰浸出叶来杀死这些菜地里的蜗牛和鼻涕虫的。 喷洒草木灰浸出叶到菜叶的正面和背面。 鼻涕虫和蜗牛偷吃菜叶的时候,遇到草木灰水就不会再冻了。 还可以直接撒草木灰。 草木灰是同时具有杀虫、杀菌消毒作用的农家肥。 用上草木灰,补充甲肥的同时,还能消灭害虫。 如果蜗牛和鼻涕虫碰到草木灰,立刻就会被草木灰刺激,导致它们死亡。 所以草木灰是非常好用的,朋友们可以试试。 取适量干燥纯净的草木灰,再傍晚撒在菜叶上。 如果菜叶很干燥的话,可以喷洒少量的清水再撒草木灰。 一两天之后,可以发现,蜗牛和鼻涕虫少了很多。 撒过草木灰之后,鼻涕虫、蜗牛还有牙虫就会远离草木灰的区域。 草木灰还能够为蔬菜补充养分, 同时杀灭土壤中的鼻涕虫卵和蜗牛卵,减少菜园害虫基数。 使用生石灰也是可以的。 生石灰对鼻涕虫和蜗牛有明显的效果。 晴天的傍晚,在菜园里撒几条隔离袋, 蜗牛和鼻涕虫爬过生石灰之后,就会腐蚀失水而死。 第四,其实杀死蜗牛和鼻涕虫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蔬菜栽种前,认真仔细地翻土,充分地晒土, 这样来进行土壤消毒和杀虫,后期就不用那么费事了。 但是,那些长期照不到阳光的地方,翻土后, 还是会有很多虫卵在土壤里。 这种情况下,你还可以用防草布。 当然,防草布不仅仅可以用在背阴的地方, 如果您用上防草布,就会有效避免鼻涕虫等害虫爬出地面来危害植物。 如果使用塑料地膜,地膜下面的温度会升高很多, 这样就可以用高温来直接杀死鼻涕虫和蜗牛。 第三,保持菜园干爽,保持栽培环境清洁, 不要有杂物在菜地里,避免土壤表面堆积落叶、枯草等。 因为这些东西会给害虫提供藏身之地和食物来源, 尤其不要在土壤表面堆放厨余, 以免给害虫提供充足的食物,让鼻涕虫等数量迅速增加。 这一点不能马上见效,但是长期来说, 的确是防治鼻涕虫非常有效的方法。 如果经常傍晚或晚上浇水, 就会给夜间出没的蜗牛鼻涕虫提供很好的环境, 菜苗就会遭殃,所以应该避免在下午或者傍晚浇水。 一大扫浇水,这样可以让土壤在夜晚之前变干, 喜欢潮湿的鼻涕虫就会远离您的菜园。 这种方法,大部分菜园是效果很好的, 不仅仅适用于防治鼻涕虫和蜗牛, 对其他所有害虫都有效, 但是还是那些背影的地方, 需要更加注意浇水的时间和浇水的量。 如果您的蔬菜种植在花盆等容器里, 最好是把容器放在网格架子上, 不要直接放在地面上, 让容器周围通风、干燥, 可以减少鼻涕虫、蜗牛等害虫侵入。 我把花盆搬开一看, 下面的样子惊到我了, 花盆下面有很多害虫。 第二种,引进鼻涕虫和蜗牛的天敌。 鸡、鸭、鹅等都是鼻涕虫和蜗牛的天敌, 可以养一些, 让它们尽可能吃掉害虫。 但是,很多住在城市的家庭, 不方便养这些家禽。 还有个办法, 购买地甲虫、幼虫, 放弃菜园。 地甲虫是鼻涕虫的天敌, 这些办法都有效, 而且非常省心省力。 第一种, 铜圈、铜丝、驱赶法。 在菜地边缘或者植物周围, 缠上一圈细细的铜丝, 可以驱赶鼻涕虫和蜗牛。 因为它们不喜欢铜丝散发出来的微弱电磁场, 会远远走开。 如果您的菜园出现鼻涕虫或者蜗牛, 可以用铜片把菜地围住。 没有铜片的话, 铜丝也可以。 可以放在菜地或容器的边缘。 如果是个头比较大的蔬菜, 像是羽衣甘蓝等, 还可以在蔬菜根部缠绕上一圈细铜丝。 为了彻底杜绝, 我的蜡豆再次被鼻涕虫破坏。 我把种植蜡豆的花盆边缘都包上了西同丝。 这是从医院店买来的, 很便宜。 有时候, 不一定是哪一种方法起了作用。 这些办法, 综合运用, 一定会战胜鼻涕虫和蜗牛。 让这些害虫远离您的菜园, 再也不用担心这些害虫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咱们星期六, 下午四点半, 再见。